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点回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秒的生 这是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秒的生 各位维心圣教 疫情大学 少有法师 及各位贤士同修 阿弥陀佛 今天已经是 水陆大宅法会 到第六天 在六天来 大家的辛苦都很圆满 我们还有今天 明天两天 勉励各位 有始有终 再接再历 勇猛精进 今天我们在梁黄坛 梁黄坛是拜灿 灿毁一生 和过去无量解来 的内涵都在梁黄坛 非常出胜的 人的一生 都有先是罪业 才有罪业生的月报 人难免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十有八九 不如意的地方 一点点点滴滴 都会发生 所以佛陀释迦牟尼佛 2500多年前注释 来唤醒众生 就是要 唤醒 忏悔 实践 就是不要再发生 所以才有佛教 一个忏悔文 往西所造之恶业 皆有无耻贪春思 重生与异之所生 一切罪障皆忏悔 不要小看这四句句 四句句的 已经涵盖了 过去无量节以来 当下生 和未来生 我们都要有忏悔的心 不要再患上 放弃手造之恶业 所谓发生的恶业 都是有贪 吃 贪了无怨 很容易动怒 没有智慧 才会有做一生的 不顺利不如意 所以任何一个时代 都有圣者 佛 无杀 倒教此行 提醒 high 众生 不要患上餣 春 吃 三赌的罪业 所以我们今天在 任领年的工智亡产老祖圣诞天秋 深寒护国徐灾水陆大法会 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而且深寒凉房谈 在这里拜灿 能够来参加拜灿的 是一个很大的福报 所以王产老祖 大慈大悲 提醒我们 时时要忏悔 时时要反省 我们的罪业就会 被扫除 所以王产老祖 自从倒下40年以来 带着我们 时光善信大导 还有各位维新闲事同修 大家都要学习忏悔 不要再发生 以前的糊涂事 有时候你会认得 我没有错 他有错 但是 你真的知道 你没有错吗 做有因果的问题呀 所以 老祖开注我们 我们为大错大悟以前 不要去批评 他人的是非 当你大错大悟之后 你就会知道 谁是谁灰 而我们就不会 患上 引人再结恶元的 坏习惯 所以今天 我们法会 已经快接近了尾声 我愿意 各位同修 回家 你有时间 尽量要静下来 还醒 忏悔 然后再去实践 以八正道 的上圣 宣伐 作为我们的 一归 和导致啊 那么今天 我们这一个 梁房坛 有如多道场 原封法师 来负责 服务大家 共转 天下太平的 华轮 违愿 各位同修 我们再接再历 在昨天下午 生死的时候 上名下定大和尚 跟 云通法师 和 我在 我们的 书讯处 在谈 我们还有 三十五年的 水路大法会 还有三十五谈 员通法师 他也答应 要扶持 未来三十五谈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 愿大 力大 让大家 能够来一起 忏悔 来拜忏 功德无量 在此 祝福大家 都能平安 大家能顺利 身心健康 幸福 和快乐 祝福各位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 维新天下事 禅吉山维新圣教 赞颖年 公祝王禅老祖 圣诞千秋 护国习灾 水路大法会 特别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天下事 南天舍门 守此开 万神花仙 将下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水路法会内坛法仪 昨日晚上进行授幽名戒 这是内坛相当重要的仪柜 前来法会的幽名众生 得以授戒 开始修行 债主及参与法会超度拔剑的大众 身着海青 带领堂上祖先 冤亲友人等 灵界众生 一起归依三宝 让六道众生 能够有机会授戒修行 发大怨心 永不退转 断恶修缮 成就佛果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斋主及子孫等 代表六道群靈至心忏悔 發菩提心 禀受戒律 參禮三寶 雖說是幽冥眾生受戒 而實際上是陽世人等 與幽冥眾生共同受戒 宗主曾開示我們 我們的祖靈會跟著我們在世間遊歷 祖靈也會跟著我們一道修行 因此幽冥戒不只幽冥眾生受戒 陽世的後人子孫更該持戒 才能讓祖靈有緣一同來修行 你 假人 心想發覺 鸟庄叶 公养祝福 生生大如来 赐贝光乡 芳华天心妙莲彩 家世幻灵 叶祖先灵归心 万此在 山在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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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没船 地区 可以 好 优优独播 六道众生受戒后 是否能心开一戒 获得信 愿 行 具足的殊胜功德 是其福会因缘而定 若生时善根为薄 后世子孙应多代受几次幽冥戒 祈求神佛加持护佑 早日往生善道 才是大笑的真意 奈坛法仪今日以甘露斋众养下堂诸席群灵 三师和尚普师甘露撒进斋传共识 成诸佛无量慈悲威德 望种种无量摘传妙贡 古师六道群灵 皆得享用 四十二十年 五十二十年 七月南还之前 三十三天 旺江方城 天愿合一 同创人类 整个平 七月南天 三十三天荒将凡尘 天愿合一 同创人间真净 七月南天 三十三天荒将凡尘 天愿合一 可一天之 转发的 七月南天 三十三天荒将凡尘 天愿合一 化解 三十三天荒将凡尘 三十三天荒将凡尘 天愿合一 化解 世界 无传者 三十三天荒将凡尘 六成庙供 香 花 灯 石 薄 法 施供下堂十四席 所有一切众生 令人道顿悟归真 修罗道 漂浮称心 饿鬼道 贤货饱满 畜生道 自得智慧 地域道 永托勾求 增长众生的慧命 三十三天荒将凡尘 七月南天 三十三天荒将凡尘 天人可供应 天地无我情荡心 五月 绿黄的天侧 五月 绿黄的天侧 五月 绿黄的天侧 祝灵欢喜受贡 皆得满足 大众一同恭送 阿弥陀佛佛 佛号 成佛微光 使列祖先灵六道群众 都能享受佛法之妙 开悟解脱 圣众《星期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法会已经圆满 法会中释放瑜伽宴口供养全灵 顾持普桌的义工们 当时上午即开始将一袋袋供品 放到定位 依照一定的方式于桌上摆好 还有义工同修巡检盘点 让每桌的供品准备齐全 这些义工同修们在大太阳底下 灰汗如雨的心情摆盘 一直到午时 智政当中才能全部完成 智政当中才能够完成 风水与宗教一人典 为新生交尽重现 天下太平一万年 往下太平一万年 余娃载华旧宫城 黄蝉堡祖庙之圣 已尽心发藏天际 风水与宗教离人殿 为新生教尽重弦 天下太平亦万年 而后在下午宴口坛开始前 义工同兄们点燃檀香 在每桌叉上赞普祺上香供养 由金刚上师成佛慈悲微神力 普诗普供养 今年护持普桌的是台南道场和高雄道场 已尽心发藏天际 风水与宗教离人殿 为新生教尽重弦 天下太平亦万年 思考尽 渔时 представ定 飞行 飞行 与华载华旧宫城 黄产道祖庙之圣 一惊心发苍天际 风水与宗教一人典 为新生教尽重现 天下太平一万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黄产道祖庙之圣 一惊心发苍天际 风水与宗教一人典 各位同学 阿弥陀佛 我是高雄道场 颜卜法师 今年任一年 还是我们高雄道场 来负责这个普桌的工作 那今年跟以往年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每五天的普桌 由这个三个道场来分摊 那我们高雄道场就分配到两天 那一天就是我们的区域 就是这一个停车场那边 一天差不多有八九百桌 那这个五百罗汉 再加上这个如来园这边 四大天王这边 那还有是这个奇隆观音 还有蜜头讲堂这旁边 所以我们这些 一天差不多两千五到三千桌 那这两千五三千桌 需要用的人力 差不多要一百二十人 高雄道场这边就由 早上五点发车 到这边 仙佛寺这边就已经差不多 七点多要八点 那全体同胸就开始来排普桌 这个排普桌还有一定的 这个规范 所谓规范 因为我们普桌 就是要来供养这个三界万灵 五属孤粉 来时鸡 气时宝 除了听经文化以外 肚子也是要饱 所以我们这些篆 里面就有这个 米 油 酱油 饮料 糖 面 就是可以吃饱的 依照我们的这个 普桌这个法仪 那这样子来运作 让说明洋两界都是方便 洋 洋当然就是我们 我们来排 排的就会很方便 这格式 那造起来非常的美观 那美观除了美观以外 他们要使用 要拿取也会比较方便 过往都是有一定的这些程序 所以我们也是很感恩 过去来做普桌的这些同修 他们就建立了一些 这些好的方法 让我们来依循来做 这是一个师父的慈悲力 就是这个水路大法会 水路大法会就是要 号召 这个很远很远的人 那过去都没有人供养的人 他们都可以来这边 接受我们的供养 那还有我们这个 这个法会 也是由这些出家的那个高征大德 在这个八坛一所都来送金 来供养 让他们法供养 那肚子也顾得饱 就这样子一个给他们 大家来时机 去时宝 接受法 那顿悟了就可以到西方 如果说他还没有顿悟 那我们高雄道场在4月30号 法会圆满的时候 就会再把我们的中期 再请回高雄道场 那他们就随我们回道场 继续再来修行 等到明年法会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来这边听经文法 那可以顿悟 就可以到西方 这是我们所有的同修的宴 就是要来给这些过去 这些没人来供养的人 他可以借助这个机会 来这边修行 来养林 那到后来呢 他们也可以到西方 阿弥陀佛 晚上宴口坛 圆满护持收捕捉的 则是发心来护持 属于中部各道场的同修们 他们接受捕捉义工 让法会得以圆满 不论白天或夜间 这些护持的义工们 都让我们赞叹感动 黄蝉堡租庙之声 已经新发苍天际 风水与宗教一人典 为新生交进重现 天下太平一万年 神经病 为为发脉 极千年 复兮花挂开天门 与花载花旧工程 光缠老祖庙之声 已尽心发苍天际 风水与宗教离人殿 为新生教尽重弦 天下太平一万年 天下太平一万年 水路大灾法会 以宗教的仪式 渡影株林受戒修行 也度阳世大众忏悔灭罪 是非常殊胜的法会法仪 为新圣教以易经 风水和宗教三宝 苦度世间众生之苦难 在此水路法会期间 为新圣教学院 为新圣教应用 易经研究所的学子们 透过法会现场教学 让研究更加精实 好 那我们各位 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是维新圣教学院 应用研究所的学员同修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来参加 我们维新圣教的 每一年举办的水路大法会 那在每一年的农历 3月26日 是我们老祖圣诞 祖师爷的圣诞 那我们的中门有三宝 维新圣教有三宝 第一宝易经 易经叫我们如何 在现实无常的生活中 能够从阴到阳 去屈局避凶 让人家得到该为不该为 能够得到平安与顺利 那我们第二宝就是风水 我们借由风水了解 这个山河大地周遭环境 该高该低 龙边该高 虎边该低 该洞该进 那我们融入自然的环境 让大家得到顺天 得到一个平安 那我们第三宝就是宗教 那我们每一年呢 我们的3月26日 老祖圣诞 我们会举办 为期一个礼拜 七天水路大法会 那水路大法会 在我们整个佛教界 他们来讲 是最盛大的一个法会 因为它需要很多的人力 需要很多的物力 跟财力 所以一般如果不是很大的试验 是不太敢办水路大法会 那么维新生教 宗主 五元禅师 跟老祖的慈悲 他开示 我们要为国修道 为民来祈福 所以 我们每一年老祖圣诞 藉由感恩老祖师尊 跟诸佛菩萨加持 我们都会举办一个水路大法会 目的就是希望所有的法界众生 来仙活市参加 也敦请了我们上名下定大和尚 帮我们邀请了八九十位 快一百位的出家法师高僧大德 护持这个法会能够圆满 那除了这一个礼拜的法会以外 师父更开示 所有的同修 要把这个法会的时间延长 所以除了这七天的法会 师父要我们所有的同修 平常在家就自修 诵经念佛 像今年我们的疫情很严重 所以老祖开示 要送一千一百一十一万部的 鬼谷先师天德经 因为提供在全世界后面的法轮 所以我们已经照老祖开示 达到了一千一百一十一万部 以上的天德经的圆满 目的就是要来让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 那在华会的一个礼拜 所有同修 有的当义工 有的服务 那我们这些学员呢 就来研究调查 他们也希望能够写出一个报告 把我们水路好会会整 会集 然后把这里面的殊胜人妙法 让大家了解 目的希望天下能够太平 所以很感恩 感恩老祖 感恩师父 感恩所有出家师 也感恩所有同修 大家出心出力 劳心劳力 金钱财力各方面的付出 让我们水路法会能够圆满 所以鼓励大家 如果有缘看到的话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水路大法会的书胜 那如果平常的话 也欢迎大家一起在家自修 能够在家诵经念佛 相信大家如此天下太平 所以这是我们法会书胜 就希望大家能够明心见性 所以像我们的经典里面 这后面这个梁黄坛里面 梁黄坛里面的其中跟我们开示 圣凡体同 迷雾心意 圣贤跟凡夫 这个肉体是一样的 可是迷以雾而已 那一念迷 你就回到天上极乐世界去了 所以法会的目的 就希望大家听尽文化 又欢喜接受供养以后 能够放下贪嗔痴三毒 回归幸安的极乐世界去 这是法会的真实意 祝福大家能够平安幸福 谢谢大家 谢谢 天下永太平安 现在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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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